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根据的就是关于朱元庄戒饼起义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年都要重复一下这个故事的 那基本上元朝的时候 就是中原汉族起义抗元的一种联络方式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据说之前在元朝的时候 因为我们中原就广大人民 是不甘受元朝 就是那时候的蒙古人的一个很残酷的统治 那所以大家都想要起义来抗元这样子 那月饼就成了这个元朝 大家要一些义军他们的联络方式 那当初呢 蒙古人一开始他们是推翻了宋朝的 然后建立了元朝 可是因为基于那时候的领土太大了 要统治的人很多 蒙古人就把他们的那些人 来分了几个阶级来统治 那据说那时候汉族 汉族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华人 是这样说 那是最低等的 基本上我们看看这个 hierarchy 最高当然就是蒙古人 然后有女真契丹 你看一些韩国电影 说不定最近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然后汉族的人是在最低的 那汉族人当然非常不爽 为什么要放我们在最低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元朝的末年的时候 据说那时候皇帝是非常 怎么说 沉迷于享乐 而且元朝统治者 也真的是非常的残暴的 军队也疏于管理 那时候汉族就非常的生气了 于是就觉得时机成熟了 开始悄悄地计划这个起义的事情 那怎么样起义呢 那就有一个关键人物了 就是有一位非常骁勇善战的 朱元璋 非常有名 那时候其实怎么说 我们的汉族已经起义过几次 好像似乎都被援兵镇压了 那朱元璋就总结了 时间配合不当就是失败的主因 那那时候没有WhatsApp的 又没有WeChat对不对 要怎么样配合时间呢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如果要联合反抗的力量 就要想办法传递消息 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就有一位很厉害的军师 他叫刘伯温 他就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就请来了这个制饼的大师 王兆光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要散播 首先刘伯温散播一个消息 就是讲说8月15日要买圆饼吃 才能够避免瘟疫 他就制造了一个瘟疫的说法 然后王兆光就要制饼 说要吃这个饼 大家的这个瘟疫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那做了这个谣言之后 这位王兆光又在这个月饼里面塞纸条 他说8月15日起义这样子 让这个月饼 那时候还没有叫月饼 叫圆饼 分发到各地的义军当中 义军就是要起义的那些军人这样子 然后各路的大军就纷纷响应 里应外合 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一掰开 吃到纸 里面写什么 大家要起义 这样子大家因为这个 传递讯息的任务成功了 所以大军也攻下了这个元大都 起义成功 那次之后我们吃月饼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那时候朱元璋也建立了明朝 成为了皇帝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叫月饼呢 基本上那时候就是传递消息的 饼是圆圆的 像8月15的满月一样 所以也被叫成月饼 这个就是月饼的由来 就跟朱元璋有关 今天中秋节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赏月 要吃月饼 可能要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 到底有什么呢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今天的月亮和明天的月亮 到底又长什么样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詹晴文斌 马上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热点新闻 那8月15当然就是中秋节月亮特圆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当然就是会赏月 因为在这一天的月亮却是又大又圆 然后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靠近我们的地面上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听到欣怡说的那些故事 但是也有很多一些民间的故事 就说什么嫦娥 无缸 玉兔等等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看月亮 看看里头会不会有嫦娥之类等等的 但是在今年那个月亮里头 原来今年最大的月亮不是在今天8月15 是在明天的8月16 原因是因为这一次今年有一个说法 就是15月亮16元 那就是连续三年的这个中秋月呢 都会是这个15月亮16元的 而且我们一直都认为说 赏月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就是说你要看到最圆的月亮的话呢 明天的10点52分 你就可以看到最圆最圆的月亮了 对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月亮和太阳处于地球的两侧嘛 而且这个月亮和太阳就是 经这个黄金相差是180度时 从地球上看呢 这个时候的月亮 月亮呢就是最圆的也称为满月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太需要 理会那些什么进度什么的 反正我们就是月亮 看起来就很圆就可以了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月亮 只是个陪衬而已 我就人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一家人团聚啊 吃吃月饼 聊聊天这样子 喝喝茶 对 而且今天也要更新一下大家 如果你像我一样 秦文斌也是啦 可是秦文斌有了那个家庭的 那个就是如果像游子一样 你就说我要找一个地方 可不可以有人陪我一起赏月或过中秋 我用游子没有人陪我 要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好地点给大家 就是大家都可以聚集在天后宫 然后在那里就会有一个月光辉 牵手过中秋晚会 是 就是在天后宫那里啦 然后今天晚上的六点半到十点半 大家都可以一起赏月 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很长的时间的一个聚会 大家可以慢慢地在那里聊天 当然也是可以约三五自己 一群好友一起去这样子 对 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 非常愉快的中秋节 是的 今天要关心一下 可能我自己觉得是有点扫兴啦 因为大家吃月饼吃得很爽的 然后必须要提醒大家很多健康的贴旨 对 说到这个吃月饼我还真的很惊讶 因为欣仪跟我说 它可以整颗整颗地吃 对 我一次吃一颗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号里头 含量会是什么呢 待会不要走开哟 八月十五月儿园 中秋月饼香又甜 每年到了农历第八个月圆之夜 这个时候市面上就会出售 各式各样的月饼 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 那后来人们就逐渐把中秋赏月 和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象征 慢慢地月饼也就成了节日的礼品 月饼发展到今日 品种更加繁多 风味阴地各异 其中京市 苏市 广市 朝市等月饼 广为我国人们所喜爱 如今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 知道多吃月饼对身体无益 那究竟吃太多月饼会给身体带来什么影响 什么人不适合多吃月饼 那今天就好好地来了解一下 吃月饼要注意的事吧 中秋节吃月饼当然是少不了的 不过说实在话 我本身并没有很喜欢月饼 真的吗 我反而喜欢那个猪笼饼 没有 因为我不喜欢有馅料的 我反而喜欢没有馅料的那种 也好怪 所以皮后话我是最爱的 好 我们请Esther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一些扫兴的话题 我和Esther老师 哈啰 好吃 不能中郁 还是要关注一下 还是要关注一下 因为好吃 真的 对 可是要小心 对 那我们来分辨一下 不同的月饼的种类 我们只会吃一般上有分传统跟非传统 有两种 一种就是传统的 一种是比较新式的 对 传统很多是你们在外面看的 就是这种 广式 对 广式月饼里面就是 你看它的皮就是可色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馅 馅就很粘绒 粘绒吗 豆沙 就是最基本的 有的里面就有一个蛋黄 或者是里面有酸黄 可是现在也参了很多 有什么龙祝果 绿茶的等等 现在很多不同的口味 所以就已经很多元花了 对 另外一种就是上海月饼 上海月饼很多时候就是用很多牛油的 所以烘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香 很酥 对 对 原来它是属于江南的 对 江南的一带的风味 然后就皮很脆 然后就 它是比较高一点 对 对 它是高高的 然后就吃起来很酥香的感觉 上海月饼是我最爱的 我也是 其实我喜欢那个芋泥 芋泥也是属于上海的 那个芋泥是潮州的 潮州 另外一种是潮州月饼 潮州月饼就有两种 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些各种 对了 潮州有两种 一种是咸的 一种是甜的 潮州月饼里面很多时候是芋泥 或者是乌豆 或者是乌豆 这个很可爱 对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有的 这个叫什么老鼠 老鼠月饼 所以这个是属于上海月饼的一种 对了 这个是潮州 这个是潮州 这个是咸的 所以潮州是比较大的 扁一点的 对吗 对 我们来不客气了 你们继续聊 我切一下吃 你切我们吃吗 没有 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吃到这个 扁形的潮州月饼 对 我也是觉得很特别 所以这个其实里头会有咸的那个味道 会有咸的 就是咸豆沙 是吗 咸豆沙 或者是有时候它会放其他的动物 鲜进去 或者是有些人就放了一些霉叉 它是比较粘融 这个是粘融的 这个是甜的 这是属于甜的 甜的粘融这样子 好 当然现在日新月异 也有很多非常新式新款的一些月饼 这个还是算传统 这个还是算传统 如果你要看新式的话 那就是冰皮 冰皮 冰皮 现在出了很多有榴莲的 有芒果的 有很多水果味 然后什么颜色都有 对了 紫色 粉红色到什么颜色 黑黑的也有 因为它最主要的 就里面冰皮是很多螺米粉 然后有糖 然后里面的鲜就是那些粘融的鲜 然后就七彩缤纷 很好吃的那种感觉 对 我就觉得是甜品 是甜品 它本来变成一个甜品了 然后冰皮是必须要放在冰箱里面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一年只有一次 这样子可以一边做节目一边吃 绝对是今天节目的福利 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不会太甜 它的那个粘融是很清香的那种味道 对 很细腻的那种 对 很细腻的感觉 非常棒 还有一种很新的是 其实任何形式都可以出现 冰淇淋月饼 好的 对 现在已经出了很久了 但是还是新式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这次有一个访问 就是冰淇淋月饼 然后我去亲手制作 不过我吃原来这么好吃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月饼 没有想像 因为它是冰淇淋 它里头的那个馅料是 可是它外层其实也是有点冰皮的那种 因为它要包着它 它不会融 如果你放太久的话 它自然都会融 但是你还是要一层东西 本来给它抛住它 好 其实我们 虽然说那个广式好像相对比较传统一点 可是现在广式它也有很多的搭配 刚才我们讲可能它的馅有不同 现在很多月饼那个蛋黄的那个位置 也被很多内容取代了 很多不一样的口味 然后我就说 对 那个搭配怎么好像有点 甚至那种摘的还可以假作 那个咸蛋糊也可以 酥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那个蛋黄 因为蛋固醇很高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那个 代替的那些绿豆馅放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像这个类似这样的 对 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咸蛋的 已经被取代了 简单的 所以这个是绿豆沙制成的 有时候是绿豆沙 有时候会用其他的豆类 因为它的颜色要给它分不同的 所以就看它好像整粒是蛋黄 对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 就是越来越多商家 大家有没有发现做小一点的月饼了 就证明大家好像真的比较在乎 因为小的话 就吃的时候 第一 它的那个口感也是比较好 又不需要分太多 对 有些人就是一粒 你要分很多 但是家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 分到 掰 这个通常我会分八粒 对 这个四粒的话我觉得很大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一次 现在会吃一颗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只分四半 我家都是四半的 了解 然后我们最终一定是半粒 我小的时候 所以现在为什么一次吃一粒的原因 你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 真的可以整颗就能拿来吃 有满足感是吗 真的很好吃 月饼 好 那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 过节归过节 是的 可是要注意健康 待会来我们就跟S老师 真的要进入比较扫兴的部分了 到底月饼要怎样吃比较健康 休息一下 营养再高也不能多吃的食物 椰油 椰油优点多 应用广泛 是具有最多功效的天然油脂之一 特别之处在于它抗氧化 降低胆固醇以及帮助减肥的作用 但食用时需要格外的小心谨慎 原因在于它含有大量的 甘油三酸汁 该类脂肪会导致人体内的 胆固醇含量下降 威胁身体健康 建议每天服用两汤匙为家 橙子 虽然橙子的营养丰富 有增强抵抗力 加快肠胃蠕动 防止感冒 抗癌等功效 但有口干 厌灶 舌红 胎少等现象的人 应该少吃橙子 一般人在饭前或空腹时 不宜食用 橙子里的有机酸会对胃不利 橙子虽然是健康食物 但建议一天一颗成 方为人上人 鸡蛋 鸡蛋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 研究表示 连续六周每天吃两颗鸡蛋 鸡蛋里的高密度胆固醇 能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和降低中风的几率 而且还是减肥的超级食物 但是如果吃太多的鸡蛋 就会摄入太多的蛋白质 很容易营养过剩 可能会导致肝肾问题 因此普通人一天可吃上两颗蛋 人参 人参被人们称为白草之王 老幼皆知的名贵药材 人参主要治疗大病 酒病 湿血 呕吐蟹蟹 咳嗽无力等 古书上有人参多福 久福不伤人的说法 现代科学表明 超量服用人参 带来的副作用相当大 一般也不宜长时间 过量服用人参 建议服用的人 需要咨询专家 欢迎回来《活力交战》 我们继续来聊看月饼 阿本人就这两个星期 是维持着一天一颗月饼的 这样子的一个吃法 你真的可以是当饭吃 还是它是甜蜜 真的是一天夜宵 可是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紧张了 开始深呼吸一下 所以陈老师有一些 什么说警戒给我们 对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月饼的热量比一比 很功利 通常我们先说传统的 比如说豆沙月饼 我们都知道豆沙也是甜 对 那如果是基本上的一些 豆沙月饼 它的那个热量 大概是多少呢 600多 600多一个 600多我有概念 是一个宵夜就吃了 老师600多是比汉堡还要多 还要多 对 因为我知道的一些汉堡 好像是400多 400多300多 600多到700多呢 很多时候等于你们一顿饭 对 所以我就说 完全的一顿饭 可是老师会这么高热量 是因为甜是不是主要 因为有糖分 有碳水化而污 然后它有脂肪 所以为什么它是特别高 就要看里面有没有蛋黄 蛋黄更高一些 有一粒或者有两粒 一粒的话大概一粒蛋黄有110 就是大粒那一种蛋黄 如果你是小粒的话呢 就是双黄的小粒一点的话呢 可能90多这样 而蛋黄反而不是高卡的地方 它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你整个月饼有600多 然后加起来就有700多 700多有一部分就是蛋黄了 其他的就是它的糖 面粉 然后它还有其他的那些 鲜里面有很多糖的嘛 对 了解 我们再吓一吓大家 老师一碗白饭 多少热量啊 204 204 204 所以一个月比是四碗饭 对 四碗饭 各位 太恐怖了 可是老师刚才有说到这个咸蛋黄吗 很多有一些长辈们 他们就说这些高胆固醇 然后就不要吃那个咸蛋黄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了吗 100多了 就是100多而已 对 另外一个让大家听起来很恐怖的 就是一颗月饼等于你要走180分钟 或跑步90分钟 或游泳120分钟才可以去掉的卡路里 你还当宵夜呢 对啊 太勇敢了 对 脸圆了最近 好 如果是其他月饼的话 会不会比较好 比如说可能冰皮月饼 冰皮月饼因为它的脂肪少一点 因为它那个皮不需要脂肪 只是里面有糯米 可是还是甜 还是那个鲜是甜的 对 所以它比起其他的可能会低少少 等于三碗饭 罢了 少少 来四碗 现在三碗饭 我以为五人月饼有很多 那些馅料还有坚果 坚果里面也有脂肪的 但是它的脂肪是好的脂肪 对 所以它还是还好 但是因为这些五人 它是要用那些糖浆给它酱住 对 才可以扎实 扎实 然后才变成一个月饼 不然的话它就会陷出来 那你看刚才我们做的比对 我们非常细心地 一次过给大家看完 多么的恐怖 四碗 四碗 三碗 半三碗 半三碗 四碗 对 最恐怖 就是那个潮州月饼 两百 等于潮州月饼 刚才你们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一个 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它大克 对吗 因为它很多油 它外面那一层很多油 因为它完全是烤的 它酥脆的 然后酥的那种 它很酥的 然后它用牛油 有时会用牛油 不然的话用植物油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老师 上海月饼跟这种潮湿的月饼 比起这种传统月饼 是高的 对 来得更高 对 因为它的皮 然后它里面的 线是大概 大致上也是差不多 只是它那一层皮 了解 所以越酥 越脆 越高卡 不过我想问一下老师 那个比起红豆 就最常见的红豆跟莲蓉 两种馅料 哪一种的热量更高 我会觉得两个大概都是差不多 就是看里面的那个糖分有多高 如果比如说那一个馅 如果不够糖分的话 可能吃起来 你们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味道 但是两种不同的馅 有自己的好处 因为红豆是红色补血 补肝 然后莲子是白色 它是入肥的 是对肥好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月饼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它外头有个变化 比如说低糖的什么 会比较好呢 低糖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那些 其他的糖 比如说蔬糖 不是白糖 对 可是相对还是好一点点 还是好一点 因为你用的糖不同 白糖就是精致品来的 所以身体里面你的糖分就会直接被吸收 然后你的血糖就会升高 然后蔬糖就比起其他的白糖好一点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在里面 明白 OK 我们也关注一下 月饼还是有营养价值的 讲起来有点心虚 不还是有的 要似乎你的月饼的原料用的是什么 像刚才S老師有讲到 如果是红豆就补血了 补血 就是如飞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 比如说核桃 杏仁 这些是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 对了 因为它里面的种子 有很多不饱和的脂肪酸 然后里面有的是矿物质 然后还有维生素E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种子 还有含有那个矿物质 维生素E 其实这些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挺好的 讲完了啦 月饼的好处 就讲完 还有营养价值 一堆的糖 面粉 脂肪 是营养很低的 对 所以建议大家不可以吃太多 会上火 老师 长胖我知道 因为它是空烤的吗 空培的那种 一培的 OK 所以上海月饼更来得更容易上火 对了 这些全部都是很热的 对 高热量 所以如果有谈到病的朋友 或者是肥胖的朋友 就可能要守一下嘴巴了 是 那如果是说到月饼的保存期是怎么样 通常我的月饼好像可以放很久 很久 老师 我们月饼里面有一片东西 那个是 干燥剂 对了 它是给它吸收那些水分的 所以月饼是怕水分的 是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的月饼有很多水分的话呢 它会容易发霉 是不是我们在开了之后 要把那个干燥剂取掉 还是放在里头 还在放在一起 不然的话呢 如果比如说你开了后 你还没想要吃完的话 你还会放进去 然后就包回去 然后就不会很容易受那些潮湿 不然的话很容易发霉 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口味会转变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懂吗 对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让它活太久 你就是整个整个就把它给杀了 你还想着要保存 没有到活 根本 全部在你的肚子里面 所以这一块我要很关心一下 老师 如果我们开了 然后我们的干燥剂还存放着 然后这样子开了一个月饼的话 大概我们可能吃了四分之一 那可以保留多久 你这个 你还是在它的那一个 保存时期 那个还可以吃 但是你一开始开了它的话呢 就是你在几天里面 你给它吃了 就是三天 最多五天 但是很少人放五天的 你在这三天你就要快快吃完它 是需要放冰箱吗 对 如果好像这些空培的 就不需要 因为如果你把它放进冰箱里面 它里面的那一个馅 它其实会很干 或者是它的那一个馅的味道会变 所以你的口感其实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说你买了很多月饼 然后又赶不及吃完 你就在它的那一个 冰箱里面那边呢 就是在那一个时间 给它吃完就够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冰箱里面 就最好不要吃了 最好不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脂肪 脂肪会氧化 如果氧化过的脂肪呢 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那当然冰皮月饼是一定要放冰箱的 对 这样子 然后离开冰箱两个小时就会有变质的可能性 所以一定要两个小时吃完 因为这些冰皮它是冷的热的 然后如果你不吃的话 它很多那些细菌在周围 然后你吃了就很多时候会肚子痛了 好 那月饼当然就是属于高热量的食品 所以我们一再地提醒大家 有糖尿病的朋友 或者是有胆固醇过高的朋友 上高的朋友 肥胖的朋友都不适宜多吃 肠胃不好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有些人 他们本身的胃酸不好 所以如果你吃了很高油脂的东西 或者是很高糖分 它很难消化 所以有些人就吃了少少的 就觉得它在里面好像 黏住 黏着黏着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讲我们腸胃 你不觉得吃月饼 如果你没有喝点茶还是什么 整个口腔都是黏黏的 很黏黏的 甜黏那种 或者油黏的那种蜜 是 所以待会我们再会跟大家说 月饼要怎么样去搭配 因为通常人家会喝茶 对 好 再来看 如果是我们摄取一天吃月饼 那个份量大概可以多少呢 我是建议如果要吃的话 你就是四分之一 你可以吃一次或者是八分之一吃两次 反正就是一天 四分之一颗 四分之一颗 只是这样而已 对 但是不要超过 超飙了你 我跟你说很好笑 刚才我们讲说一个月饼是四碗饭 所以四分之一个月饼等于一碗饭了 是 你看一粒大概是四碗饭 四分之一 对吗 就一碗饭 这样很少 八分之一半碗饭 对 其实很不麻酸的是月饼 可是老师 如果会不会有些人 他们真的很爱月饼 然后就让月饼取代自己的正餐 有些人会有的 这个太好了 尤其是早餐 很多人就会直接吃月饼当早餐 对 家里会太多了 所以当然不可以 你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配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点蛋白质 或者是你喝其他的东西 但是一粒或者是八粒 你已经会觉得会饱了 对 当然也要建议大家 如果是老年人或小朋友的话 真的要再吃少一点这样子 对 而且要吃的时候避免呛到 对 有些情况可能老年人 像比如说那些冰皮 它是比较粘的 然后那些 因为它是螺米做成的 所以有时候你口干 你吞进去的时候 它粘在那边 就很小心 好的 那刚才请问宾有讲到说 可能建议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 要搭配一些茶饮 感觉上好像比较容易消化 对 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很喜欢跑步 但是有人说 热子长了之后 对你的身体起不了什么的作用 因为如果你只是用一种 一个速度的话 你的身体都已经惯了 如果你要多一点刺激的话 是 需要别的方法 我们可以做 interval training 我们不只用一个速度 但是我们用三个速度 就是 步行 慢跑 还有 短跑 所以我在可能我跑半个小时当中 我要不同的这样一直换方式 对 为什么要这么换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多一点刺激 可以练到不同的部分 步行慢跑还有短跑都是同一种动作 但是当你步行跟你短跑的时候 你会用多一点上半身 最重要的就是要刺激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 那所以它才可以燃烧到更多的脂肪 对 这种运动我们叫做 running interval 我们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三种不一样的速度 就是步行 慢跑还有短跑 初学者在一个分钟里内 你可以做40秒步行 10秒慢跑 还有10秒短跑 当你要增加难度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减少步行的时间 增加慢跑还有短跑的时间 那我们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热身 尤其是全身热身 欢迎你继续守株活力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大谈月饼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通常你们就是有没有在家里 会办一些月光会 然后就是上午成群的朋友 家人大家自己聚在一起那种吃月饼 但是其实吃月饼还要注意一些事项 就比如说很多月饼 不同种类的 有咸的 有甜的 应该怎么样吃呢 文S的老师 对 对 最主要是吃咸的 咸的然后才吃甜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吃了甜 那个咸的味道 你吃进去的话 你的那个口感其实是不好的 你一定要吃了咸的 然后咸进去的话 会带甜的出来 其实甜真的是会杀掉很多口感 对 因为它很重 它的味道很重 所以如果你先吃甜的 很多时候你杀了很多 后面都是没有味道的感觉 对 所以一般它那个次序也是 通常好像我们吃饭一样 对 甜品一定是在最后 因为它只可以 它的甜味才会跑出来 老师 咸的月饼有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草 那个草有咸的豆沙 或者是有些是那些梅菜 梅菜 是啊 有草是梅菜 所以真的第一次听过 有 今年有听到 拿进了卖月饼 拿进了卖月饼 你看我真是爱吃到 有 咸的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吃甜的 所以市场会给这些 咸的月饼出来了 我真的没有吃过咸的月饼 这样我要去找一下 我想要吃一下 真的 其实有 好像有些豆沙 不是豆沙 那个粘融 它不是甜的 它是咸的 有 咸连融月饼 有的 对 很特别 所以如果是说月饼 因为它的糖分已经很高了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 最好不要和其他食物一起大胖 比如说有奶鲜 比如说粥 为什么 有些人就是吃完粥就吃月饼的 就甜品的意思 不算 你看 那个粥已经是翻来的 然后如果你就看它的卡 然后它还有碳水化物 它就是甜的 它就是有很多糖分在里面 如果你又吃了 喝了粥 然后又吃月饼的话 你会有很多糖分在身体里面 所以尽量的话 淀粉就不要配月饼吃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讲的话 饭 面包 这些全部都不要 对 完全都不行 所以为什么月饼是单独的 你炒上去有什么月光位 你是单独吃饱饭过后 在谈天的时候才是 你不会一直吃饭 或者一直吃月饼 真的 你很少的 老师 如果你这样这样讲 因为有另外一些陷阱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 可是我们这些可能没有办法 比如说有芋头 真的 还有什么菱甲 这些也是算是淀粉的食物 对不对 它比起你的饭少一点 只是那个菱甲 不是菱甲 那个芋头 那个芋头它的碳水化物也是 也蛮高的 也高的 但是它比起你的饭 它其实很低下的 它好像番薯这样罢了吗 明白 还有通常我们在八月食物也会看到的水果 当然就是有那个柚子 柚子 但是你会看到有西瓜吗 有 有吗 你拜祭的时候好像都有 其实如果你月饼配西瓜的话 你的甜上加甜 真的 很甜 虽然它有水分 但是它很甜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我的最爱 有汽水 汽水 汽水加 很爽 一口汽水 很甜 其实如果你还是要很想有汽水果汁的话 你放柠檬 一片柠檬上去 在汽水里面吗 可以 好像你的什么其他的汽水 你就放一两片的柠檬进去 为什么有什么作用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的那一个血糖 那个糖分 给它慢慢地解下来 解掉 我是要挤柠檬汁进去 一片变得好一点 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炸在里面 这样的话 是不是老师 如果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 喝一杯柠檬茶 那还很好呢 还是柠檬汁 好像那个Ice Lemon Tea 就不要放糖 只是放Ice Lemon Tea OK Ice Lemon Tea 这样就很好 对了 但是有一些饮料还是适合搭配月饼的 对了 有时候刚才有讲到说 可以消腻的一些饮料 刚才我们讲到Ice Lemon Tea 对了 酸味的水果 就是刚才的柠檬 包括什么 柠檬汁 或者是奇异果 它是酸酸的 这些酸的呢 它会带动你自己的那个肠胃 然后你的胃酸可以跑出来 给它慢慢地去把那个油 或者是那个糖 可以赶快地消化掉 对了 给它分解下来 明白 或者果醋也可以 果醋也很好 也很好 所以你可以做一点果醋 果醋的饮料也是可以帮助你消腻的 所以最后就是茶 为什么月饼就配茶 真的 这是由谷至今 真的是不老的一个传说 对了 他在吃月饼一定会配茶 很多不同的茶 然后不同的茶 配不同的月饼 对 好 那如果是好像现在我们桌面上都有不同的茶 对 这里也是有红茶 然后绿茶 然后花茶 花茶 那怎么样去区别 要怎么样来搭配呢 好像你的那个馅是比较甜的 那些黏绒 红豆沙很甜的话 你用绿茶帮助 绿茶 对 因为它是可以帮助你分解糖分的 所以但是唯一一个不好呢 就是绿茶有些人的胃很寒 所以你喝少少它会胃痛 所以你就不要太多 你就喝少少 如果你胃没有问题的话 你还可以喝 好 好像那个红茶呢 你可以给那些油腻的 油腻的那些月饼 比如说上海月饼 对了 有酥 有很多牛油的那种 潮湿月饼 上海月饼 你可以喝一点红茶 或者是普洱 普洱其实也很好的 普洱你再放少少菊花 菊花的话它可以加一点 它有点甘甜的吗 甘甜的那种 而且普洱不会上胃 对 然后它是软胃的 我们可以试 那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蛋黄 或酸黄的话就很适合 比较油腻的 一些 所以这些就比较要酸一点的茶 山楂茶也很好 这应该也是帮助消化的 对 帮你消掉那些油腻的那种感觉 对 很腻的感觉 然后是花茶 最后就是花茶 花茶很多时候是比较清香的 所以配那些比较好像冰皮 果冻月饼其实也很好 因为它是本身是可以带动 整个那个味道出来 可是因为花茶里头又有分很多 那老师在这里有没有说 特别推荐怎么样的花茶 你可以找的花茶有很多种 比如说玫瑰花 桂花茶 有些人要用那些茉莉花也可以 所以这些花茶它本身很香 香甜香甜的味道 所以这个配起来 你吃那些比较冷的月饼 你会比较 那个口感会回来 好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多果仁的月饼 这我爸爸最爱了 五人五人 应该搭配什么样的茶 五人你可以配那些红茶也可以 因为五人也是有很多油的 很多油的 而且它那个糖酱对不对 对 然后绿茶也可以 然后如果比如说吃了过后 你很油腻 你想喝一点比较清凉的话 薄荷茶 薄荷茶 对 那要问老师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每天喝茶 当然是感觉很舒服 可是如果我很爱喝冰的话 如果这种这样的花茶变成冰的茶 冰的茶 就是刚才那个ice lemon tea那种 对 这样子有去油腻的效果 还是要温的比较好 它是 如果你没有糖分的话还好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喝温的话 油是在温的湿下它会慢慢地解下 如果你是冷的话 它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会要经过一段时间 一些时间 然后才可以给它温回 然后才可以把它分解出来 所以你会比普通那些喝温茶的人 慢一点去消化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可是老师 不过我真的 我之前真的有看过 有人吃月饼搭配牛奶 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很错误的搭配 牛奶 真的 我是怎么样 我真是傻眼了 还不够腻吗 这样浓的东西 你会吃到 因为牛奶是比较脂肪高 脂肪高 然后你喝了进去 你会觉得饱 然后你再吃月饼进去的话 你会饱上加饱 然后再很腻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的口会很黏 对 黏黏的感觉 所以你的整个感觉 不是说一个很好的搭配 我是觉得如果是冰淇淋月饼 好像可以当牛奶 因为感觉到很接近 因为里头也是有那个牛奶 老师有没有说晚上不宜多吃 或要吃的话下午吃比较好 如果吃月饼的话 因为晚上吃呢 你的新陈代谢已经很慢了 所以糖分是需要你去冻 才可以给它代谢下来 不然的话呢 你只是下午 你晚上吃的话 你只是吃完过后 你可能就去睡觉了 所以你会很多时候肥胖的人 就尽量不要在晚上吃 是 所以今天晚上 大家赏月还是月光辉的时候 就看准时间 八点就不准再进食了 好 如果你真的很爱甜点的话 然后你又真的是对月饼的感觉一般般 我们现在有一些甜点要介绍给大家 每当听到这首歌 就意味着中秋节又来临了 为了配合中秋节 Inside Scoop推出了全新研发的雪糕月饼 精致的外皮 惊喜的内涵 让大家吃得甜滋滋 活动当天 在甜品师傅的耐心指导之下 媒体朋友们一起动手制作 五种口味的雪糕月饼 有榴莲 独角兽 薄荷欧利欧 香草以及黑巧克力布朗尼等 在这个佳节的来临 记得回乡与家人赏一月 吃月饼一起庆中秋吧 各位蛋糕爱好者有福辣 大马首创蛋糕订购以及配送网站 Eat Cake Today让您在忙碌当中 利用谈指间订做自己想要的美味蛋糕 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在家享用 Eat Cake Today最大的卖点就是 可以在四个小时以内提供配送服务 让顾客可以享受当天订购同日配送 活动当天大会邀请了蛋糕师 现场为来宾示范制作蛋糕 其中包括了马卡龙以及蛋糕彩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好了 我们现在现场呢 要跟大家分享制作一个 我听这一名字 就很想要品尝的一道茶 真的 来让大家今天晚上赏乐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消逆一下 我们请教一下Esther老师 乌梅三扎茶 对 乌梅三扎茶 一听就知道是很香 对 甜 有点酸 甘甜 然后有点酸 然后有陈皮的味道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有什么 很多时候 这些全部都可以在中药店买到的 最主要在这里就是三扎和乌梅 三扎和乌梅 对了 每次就是乌梅要多过三扎 重量要重过三扎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太多三扎会很酸 很酸 很酸 这是三扎 然后我们一般上只是吃三扎片之道而已 对了 它原本是长这样的 对了 它其实是圆圆的 然后里面有种子的 你看里面有种子 所以老师这是你处理的还是中药店 买回来就是这样 买回来就会这样 有两种 一种就是它比较是有红色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颜色还在 如果你有些卖了很久 它的颜色开始变了会变黑 变黑 很暗 然后很黑 所以那个你可以丢掉了 老师 这个要怎么选 这些很普通的 你在普通的那一些中药店 直接买回来就要上扎片 就是这样的 其实是比较便宜的一样东西 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就不要是黑的 不要黑的 不要暗色的 然后就要看它有没有那些白点 或者是发霉的那一种现象 就是它的外层会有那个白点 白点 这些还好 这个是山楂的 真正常的 好像草莓的皮一样 对了 好 山楂之后 我们刚才有讲乌梅 这个就是乌梅 对了 乌梅不是那种 吃你们那些酸梅那种 不是 这个是已经给腰材腌制过的 所以它有一种腰材味道的 你看它功效有很多 对 负重腸胃乳动 改善肝脏机能 是 没错 很香 老师知不知道它是以什么药材来去 有不同的药材 好像闻起来有点当贵的味道 它是拿去炫的 然后拿去炫这样子 炫的 然后就会有一种药材的炫味 干香 让到 这两个是主角 之后之外的就是 其他的就是补偿 因为是油腻的东西 它会很 它是 难消化 难消化 然后你喝的这些比较 这两个是比较是给它去油腻的 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色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要补回你的肠胃 所以我会放陈皮 陈皮 陈皮其实是可以护味 然后补皮味的 对 所以陈皮你要找 如果你要找好的陈皮是比较暗的 因为陈皮越老就是越好 是 有些那些真的陈皮可以卖到很贵 老年陈皮 老年陈皮 老师特别建议这些内层 一泡掉的时候要洗掉 对了 当你泡的时候 这些很软的话 它外面这一层也会软化的 然后软化过后 你就拿一个刀或者是其他的 给它刮出来 那个就不要了 对吧 这些不要 不然的话你会很苦或者是很干那种 色色的感觉 它会影响到口感 对了 它的口感 这就是陈皮了 然后有桂花 桂花和 桂花和 好高级的感觉 真的 桂花和冰糖 它是最后才放的 不可以立刻放进去 为什么 不然的话你的桂花 一样价值就不要了 你的桂花的味道会走的 然后因为里面桂花的那个香味 是最后你放的时候 给它盖着 就给它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就关火就OK了 然后它还有干草 为什么要加干草 干草呢 因为它有干甜的那一个味道 然后干草本身是可以去火 或者去里面毒素 然后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排毒的 所以你吃了 你喝这一个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也是 因为那个月饼也是会上火的 所以这个是降火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干草比较圆形 这个厂是一样的 这个是厂形的 也是一样 是另外一个品种来的 所以普通的你可以找圆的也可以 一片片的也可以 OK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用料之后 我们要学习一下每一个的 怎么样去做的 对 事先处理 我们先了解一下主角山楂 是要泡的吗 还是不用 这个是干草山楂五枚陈皮 你就用普通开水这样给它洗干净 洗干净过后呢 你就给普通水给它泡 等五分钟十分钟OK的 那个水我们不要 OK 然后你就丢掉了 那个水是什么水呢 室温的水 就是普通的水 室温的就好了 你开的那些普通的开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水不要 你就用你喝的水 你就给它泡 泡多一点 因为等下你会整盘去包的 了解 所以先泡的那个 大概要泡多久 大概十分钟 那个先不要的水的那个泡十分钟 OK 泡了 然后再泡 那个水不要 因为它很多杂质 杂质会存留在一头 老师 是不是任何一种 跟中药有关的花 比如说枸杞都是要这样子泡 要给它泡 是给它不要那些肮脏的东西 有时候它还有其他的那些 添加物 你给它泡 因为有些添加物它是水溶性的 你给它泡了过后 它的那个水溶性的 那个杂质会跑出来 你就丢掉它 明白 对 因为药材买回来 都是干干的 那它的那个杂质就不能走 是 泡了之后才放下去煮 就是你那个水 不是有大概整一两个liter的 如果是那么多的话 整个要两个liter 然后你就放这四样东西进去 但是你不要先煮 给它泡 要给它泡软的 大概四个字 20分钟 20分钟 对 这个会讲究 因为如果你不泡它 它很硬 它硬的话 它就没有可能 你煮的时候给它散 了解 那个味道没有出来 然后煮多久呢 然后一煮呢 你就小火 你开了火 它在滚着的时候呢 你开小火 大概整40分钟 40分钟 对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把它焖火 最后它已经很 它已经焖了很 它已经焖了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就放冰糖 然后桂花 桂花 细火 然后焖着 盖着就可以了 明白 好 就可以喝了 耶 五梅山楂汤 OK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整个制作过程 还有分量的拿捏 那边翻拌 Well 玉上植汤 今天尾期间 今天 rut closest 你要去 去了 兄弟 太香了吧 这碗东西 而且它的味道很多层次感 你知道吗 好好喝 真的 它又有点酸 然后又有点甜 然后又有回甘 而且又有花的香味 是 所以我说它的味道很有层次感 很好 老师 据说这是以前的贵妃喝的 对的 对的 这整个方法 它其实是之前的一个 好像是清代吧 他们的贵妃喝的 为什么有贵花这类似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高级一下 可是不能多喝 这个就是你要 好像吃了很腻的东西 你就包一个这样的汤来喝也可以 好 那喝不完的话可以存放吗 可以 可以吗 冰镇 冰镇 好开心 好 我们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邓老师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是 好 那话锋一转我们要转换一下情绪了 明天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要聊一个病症 妥瑞症 没错 到底妥瑞症是什么呢 明眼团的时间 约定你站 文艺交五站 拜拜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优优独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